就什么叫做装逼女律师呢 是说那个北京有一位女律师 突然之间火辣 在网上火的是一塌糊涂 对她之所以特别火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她装逼 来看这是张晴律师 照片呢打了马 但是应该能看出来好 是个美女 对啊 然后是在北京 银科律师事务所 教育背景是毕业于 北京大学法学专业 很厉害哦 但是呢 为什么大家现在就这么关注她呢 是因为她发了一些东西 这个奖呢 就说她去 对去去去面试啊 还有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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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之类的 OK去面试 对关于面试 带齐了所有证件 一个没用上 用了当年考雅兹的技巧 穿了平时开庭穿的 整套的巴布里衬衫西服 香奈尔13寸的黑色高跟鞋 13寸 OK 在等待时将羊毛大衣 搭在手腕上 偶尔看一下 Katia的表 站在笔直而冷漠 到我时 面试官问 律师 我答 律师 亚太第一大律师事务所的 合伙人 又用英文重复一遍 面试官阿姨惊喜 你英文非常好 接着又用英文问我的学历 我答 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 中国第一高等学府 清华的会怎么想 又用英文答了一遍 面试官阿姨说 把你的护照给我就可以了 我直接用英文回了句 谢谢 祝您有愉快的一天 面试官阿姨微笑着说 你也是 面试官阿姨没有说出来事 你俩赶紧滚 早知道面试很简单 我就不麻烦老爸回家找房本了 还拿了房本 每次麻烦老爸等等等等 就是基本上就是 他看来他要出国 什么什么之类 大概是弄签证面试之类的 对 但是他把这事写得装逼 无比的这种感觉 所以网友就很惊奇 瞧这网友留言 说这种状态 不像是北大毕业的律师去没签 倒像暗村的二妮子 头次长途大八 去城里打工的心情 对啊 然后有人说 这个有小时代的画风啊 莫非是北京大学中文系 郭敬明导师带出的学生吗 郭敬明是上海大学啊 他不是北京大学 最逗的是签证官看见他说英文 还他妈惊喜 这难道是九汉冯甘霖 他乡遇故知的节奏吗 大家明白了吗 说这位女律师 他真的就是因为 就是这个装逼太过 然后莫名其妙突然间就火了 而且他那里边提到 他说他穿着13寸的香奈尔高跟鞋 这个是个问题啊 因为13寸 如果是公质的话 13寸呢 就等于4.3333分米 那就是43厘米 这个有点太夸张了 应该是13英寸 13英寸呢 相当于3.3分米 就等于33厘米 你知道33厘米啊 你比如说我这把尺子 它是差不多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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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12厘米 好 30多厘米 大概大概至少到这吧 这个这个就不叫踩高跟鞋了 对这这分明是在踩高枪嘛 也难怪 他可能踩着高枪去这个面试 所以把面试官彻底给吓到雷到了 于是顺利的通过了面试 反正就是 就是为什么在律师界里边 也会有这样的 就是爱装逼的人呢 这个看着我们 而且问题是装逼的水平 并不是很高啊 对吧 你看他另外一段 对吧 他看到一对小夫妻 悠悠感油然而生 然后就简直说 在律所碰上一个女性 要找离婚律师 我抖抖手腕 整整巴布瑞的 羊毛媳妇的衣脸笑道 虽然我是商业律师 一小时三千六 但你离婚 我就免费给你咨询吧 对方一脸警惕的看着我说 我不离婚 我就是有点事咨询 我不跟你咨询 对谁会跟你这样的人咨询 那不是找不客气吗 对吧 然后那个 问题是还没完 瞧这个啊 这个厉害了 这叫做路过一场婚礼 道场男嘉宾都穿着 狮子会的红西服 难不成是来当义工 参加一场慈善活动吗 婚礼是一生一次的大事 谁能结婚的时候 想着下次再好好办 婚礼在哪办 请了什么样的嘉宾 取决于两家的家事 很多人问过我 我当年不嫁 比我小四岁的前男友 是否后悔 的确 富甲一方的他家 在他结婚时 确实办了一场奢华的婚礼 但道场嘉宾都来自于他们那个县城 我时代不想我将来的小孩的爸爸出生于县城 或小孩的爷爷奶奶出生于县城 不想一场婚礼来参加的嘉宾穿着慈善团体的红西服 希望我未来的小孩 他父亲是毕业于名校的 爷爷奶奶也是毕业于名校的 来参加婚礼的嘉宾都知性文雅 那么即便一场婚礼只有十几桌的亲朋好友 没有抱身赤犊 我也能回味一辈子 对 只要有那个圆白菜 其实就此生宁可不嫁 不可下嫁 这就是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的道理 对啊 有人说县城咋了 看不起吗 是吧 我也是觉得 就是他为什么莫名其妙的开始抹黑县城呢 然后这里边咱们现在很多网友都说 他这是不是郭敬明的小说看多了呢 还有人说我不相信这是律师 这明明是个网络小说作者 还有人觉得他是典型的爆发户 老白你这配音真邪恶 我不邪恶 我是努力的在揣摩他的心理 你知道我们 我们配音那都讲究 这是要体会别人真正的心态 这是不容易的 明白吧 就是因为我是喜欢中国的县城的 我非得把自己想成县城 你知道我真的掉不进那种情绪 直到我想到郭敬明也是来自于县城 我突然间找到了感觉 县城 这个难度很高 但是呢 其实要做到也还是有技巧的 反正总之就是 其实这个真的有点把我给逗笑了 就是来看看网友 有人怀疑他是北大青鸟 还有人说想起了当年的小时代 有人说郭敬明什么时候办了大学 都觉得他是郭敬明的弟子 但是我认为不是 为什么 因为郭敬明就来自于县城 他这么讽刺县城 县城 他能 他能这个崇拜郭敬明吗 是吧 但是现在装逼的结果是呢 给自己引来麻烦了 广东省律师学会 对认为呢 说北京银科律师事务所的张晴律师 在网络发表的信息 涉嫌虚假宣传 哎 希望及时处理 哦 这个就厉害了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让我想起一句话 叫做 莫装逼 装逼被雷批 另外呢 这个事一定有后续 咱们等着瞧 我跟你们预言一下 就是这位女律师 号称是北大 法学毕业 一定会被一帮北大的网友去搜 然后搜的结果会发现 比如说他 因为我为什么怎么说 因为我想起来啊 北京前几年出过一个案子 当时各个媒体都报道说 北大毕业硕士生 把一个孩子给杀死了 就是因为他自己那个住在城中村 然后呢 那个找工作不顺利 然后那小孩呢 就就就骂他 然后他一怒之下 就把那孩子给杀了 然后就说他特别后悔 我觉得就特别奇怪 我说北大毕业至于成这样 我仔细一查 后来又有很多来澄清 说他是北大那个 韩寿的法学硕士 得 然后那所以 接下来你等着瞧 说这位 以北大人的做派 对吧 以圆明圆西路 那个什么 混合大学 他们的做派 是绝对不会允许 这个人冒着北大的牌子 所以这事没完 大家等着瞧 但是我认为活该 至于他说呢 他说希望自己的 孩子的父亲 孩子爷爷奶奶 都毕业于名校 我觉得其实这个不是 稍微苛求一点 但不是不能实现 北大青鸟算不算 山东蓝祥算不算 还有新东方厨师学校 这个是不是都是算是名校呢 祝这位张庆律师 早日觅得如意郎君 别忘了 随时看看自己的卡地亚表 抖一抖巴布瑞的衬衫 和这个羊毛衫 什么什么之类的 什么时候我们的社会成了这个样子 我去看看这个样子